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是反中亂港陣營的大金主 亦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常識 隨著有關案情細節在法庭上曝光 公眾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張反中亂港資金的大網 期至今年就是犯罪年 黎智英輾轉藤那黑金操控境內外反中亂港勢力 通過源源不斷的銀彈政策違反中亂港勢力續命 黎智英是反中亂港勢力的大金主 即使在相關案件審訊之前 都是所有港人都知道的公開秘密 在黎智英案件審訊的第九天 雄放透露來自警方財務調查的公辭就顯示 黎智英多年來均有資助本地 以及海外政治人物或組織 並一直利用Mark Simon作為中介 所涉及金額以億元計算 從法庭審訊公開的資料 可以看出這些黑金的龐大鏈條 其中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向 一條資金鏈是流向本地反中亂港勢力 黎智英曾於2013至2020年的7年間 分86次向Mark Simon匯款共與1.18億元 當眾如9300萬元分發於反對派陣營 政黨以及政治人物 另一條資金鏈是流向海外的反華勢力 黎智英曾分六次向美國前副國防部長 五副維茲轉帳總共176萬元 黎智英亦曾分兩次向陳日軍轉帳350萬元 分三次向美國企業研究院轉帳約11.6萬元 除了審訊過程透露的資金鏈條之外 從過往黎智英的財富走向 亦都能證明他反中亂港的行為早有預謀 所謂搞兔三骨 黎智英早就轉移資產到海外 在香港的房子是租用的 辦公室地點亦都是租用 在黑暴事件前後頻繁將海外房產陣與家人 將個人財產設立信託 拋售台灣資產等等 從現在的形勢來看 這些轉移資產的行為 是讓其能夠毫無顧忌地投入到反中亂港的活動 給錢反中亂港這麼爽手 黎智英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 講到底都是因為他的資金主要來自海外 他打著政治的算盤 大概認為只要甘原成為 美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代理人 就可以助用金山銀山 但千算萬算他打錯算盤 低估中央止暴治聯的決心 初判美西方反華勢力的能力 為秋萬年 但他的下場是注定的 香港社會都要引以為界